这个呢,就是它界面放的位置 所以请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哦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在那个 模拟器里面看到的那个画面 就这个画面,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放大,缩小,有没有 可以从加减去做 那主要有几个地方要设置 第一个,这个环境将来就是说 预览,在我们手机里面预览 第一个这个,现在是没有东西 不过将来你如果要做多国语言的话 这个就是你可以有 比如说英文版,日文版 比如说韩文版,简体版 等等一堆版 你可以从这边去做下拉 它会显示不一样的界面给你看 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 旁边这边有什么呢,版本 因为我们只有装两个 所以理论上呢,我们就用2.1 再来呢,这个是如果呢 你这个APP在不一样的解析度上面 看起来像什么 那基本上我们预设大概都会 3.2寸啦,因为2.1的话呢 它标准size是3.2寸的 其实任何一个都可以啦 那当然如果你要在其他装置上面 要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你可以调整一下 不过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是找3.2寸都可以 OK 那其他的话呢 这些大概主要是这些条 再来就是加减 加减 有没有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一步就了解上面的相关的功能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个稍微拉开一点点 那这边的话有没有 它叫什么呢 FoneWidget 这个FoneWidget解释起来就是叫什么 表单元件 它没有翻译啦 你自己记得叫表单的元件 这个元件是什么呢 就上面 比如说你要摆个按钮 摆一个什么呢 输入的一个文字方块 都可以从这边做 但是一般我觉得它这样摆有点乱 我的习惯是这样 在上面按右键 它预设是small 什么呢 previews 就是说呢 它会有一个预览 然后我比较不喜欢 我通常会把它改成这个 icon and test 就是说呢